用好成语让作文更精彩 我们现在冬天有暖气空调 那你知道古代人是怎么取暖的吗 应该是烧炭火吧 没错 我们今天的成语就和炭火有关 这个成语就是雪中送炭 出自宋代范城大的大雪送炭与戒隐这首诗 这个成语虽然出自诗文 但是有一个更有趣的故事呢 你赶紧坐上时光机去看看吧 成语讲一讲 唉 这大雪怎么还不停呢 这天寒地冻的冬天何时才能过去啊 咦 您贵为天子 有温暖的宫殿柱 有厚实的狐皮大衣穿 您在忧虑什么 难道您还怕冷吗 你说得不错 我自己确实不觉得冷 但是我一想到还有许多百姓 稀寒交迫 没有足够的炭火 刨过着寒冬 心里就十分焦急啊 原来是这样 原来您推几级人 想到了百姓的困苦寒冷 虽然您身居高堂 但却记挂着百姓 是啊 我得为百姓做点什么 来人 传我的命令 各地的官府 马上派人 去给家里贫苦的百姓 送炭火 帮他们度过这 大雪纷飞的严冬 您真是一位 贤明的君主啊 在下雪天 送去炭火 这种急需之物 这才是真正的 为他人考虑 真正的帮助别人呢 我也要向您学习 在别人有困难的时候 伸出援手 成语练一练 怎么样 现在你知道 雪中送炭的故事了吧 雪中送炭 就是在下雪天 给人送炭取暖 嗯 我还学到了 这个成语是在说 在别人急需时 给他物质上 或精神上的帮助 你解释得非常准确 当你要写 得到一个人 热心帮助的时候 就可以用上 这个成语了 比如 每当我遇到 不会的数学题时 我的同桌 总会雪中送炭 帮我分析知识点 讲解难题 让我心里感觉 暖暖的 对 我记得有一次 小风帮了我 我非常感动 我就可以这样写 早上出门没带伞 我站在校门口 无奈地看着大雨 字意瓢泼 这时 小风撑伞过来 邀请我一起回家 真可谓是雪中送炭呢 很不错 除了雪中送炭 你还能想到 哪些描写 乐于助人的成语呢 我还了解 慷慨解囊 慷慨 就是豪爽大方的意思 解囊 就是解开钱贷 拿出钱来 这个成语用来形容 极其大方的 在经济上帮助别人 当我们在描写 给予别人 经济上的帮助的时候 比如捐钱 捐物 就可以用这个成语了 比如 全国人民 众志成城 慷慨解囊 支援灾区的 重建工作 很好 还有一个成语 是乐善好施 这个成语 说的就是 喜欢做善事 乐于拿财物 接济 有困难的人 你想想 我们什么时候 能用上这个成语呢 我觉得 这个成语 既可以用来形容 大词善家 也可以用来形容 普通人 我奶奶 就是这样一个人 奶奶平时 自己省吃俭用 舍不得花钱 但她却乐善好施 资助了 好几位贫困大学生 你的奶奶 可真令人佩服 在我们的生活中 除了经济上的资助 我们还能 在许多小的地方 帮助别人 这时 就可以用 一臂之力 这个成语了 一臂之力 就是指 用一部分力量 或者不太大的力量 来帮助别人 其实啊 只要是帮助 是部分大小的 都是非常高尚的行为 正所谓 莫以善小而不为嘛 你说到可真有道理 有时候 这很小的一点帮助 能起到很大的作用呢 我记得有一次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我的好朋友 韩汉 助了我一臂之力 帮我渡过了难关 它就像一盏灯一样 带我走出了黑暗的迷途 真棒 在我们的生活中 一点小小的行为 就能帮到别人 何乐而不为呢 那我们最后 来总结一下 今天学习的四个成语 其中 雪中送炭 一臂之力 是用来形容 能够在紧急关头 帮助别人的行为 而慷慨解囊 乐善好施 更侧重于 帮助别人时 非常的大方慷慨 那现在 就请屏幕前的你 赶紧来练习一下吧 你身边有没有 乐于助人的人呢 试着用今天的成语 写一写它吧 期待你的分享 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